新北市最重要的面貌是經濟 沒有經濟沒有一切 如果招商引資 健全我們勞動環境 發展創造新的交易 強化與榮油產的行銷 推動我們的能源轉型 都是我們現在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從裡面的招商一條龍 快捷來反應一個窗口 我希望一年裡面 找了十個非常重要的招商服務團體 創造一百件快速反應的案件 然後一萬個就位機會 一千億的肉食 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在招商一條龍裡面 得到有信心的回饋 我們真的把它做出來 等一下就對我們有信心 公衛區的立體化 謝謝中央給我們的支持 所以從六十三萬的平方米 會提升到六百九十一萬的平方米 我們準備在六個月份 就要發布實施 讓二十九個行政區的工業區的土地面積 很多的台商 很多的國際投資 就會引力會進來 謝謝遠通通訊連區 跟我們積極的配合 把這些最重要的Google的研發人才 兩千個留在我們新北市 相對的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留下來 我們可以培養AI 數位行銷 更可以讓我們的大學 整個變成一個教育訓練場所 這是新北市政府 一個很大的一個工作的成果 不但只有Google以外 其實那一段時間裡面 包括荷蘭 華國 英國 奧地利 新加坡 很多 住外時間 都來跟我有 談洽談 整個擴展 雙邊貿易 我覺得 其實不進來一定要出口 裡面能夠解決問題 人家看到了你誠意 他就願意進來 他就願意跟你並肩合作 像印銀、西爪、挖繩 就來簽了 對工業、農業、交易 三方面都來簽 希望我們在南向的市場 市場支持商機 能夠大家並肩作戰 農業也是一樣 我們的有機農業要誇 我們整個國際市場 如果來分享 我們亞洲有機行銷的智能中心 我們今年辦一個iPhone 我們自己主辦的 希望用這關的帶動 我們周遭亞洲幾個城市 來共同推動有機